歡迎回來這個頻道 話說這幾天,昨天沒有出片 其實不是懶,而是昨天買了一部新的電腦 因為之前那部MacBook Pro剪片 新額不是舊的,不過不是M1那隻 超慢超慢剪片 而且準確度很差 如果喜歡Mac有的,不要罵我 真是兩琴閘目二七 現在用了一個新的電腦,快了很多PC 還有一些剪片軟件,學了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經常來不斷學新的東西,很開心 因為學新的東西會帶來自己很多新的思維 大家都可以抱著這個心態 說回來,話說呢 我這幾天就在想一下這個題目 突然想起幾樣東西,寫下它 那我的習慣就是寫下了 究竟我有什麼要說 今天呢,我要講七樣 英國是不會做,或者是少做的事情 不是不做的,有些人會質疑我 但是少做,不要說那麼多,去片 在這次要講的之前 我想跟大家講講,我有關於Document的東西 因為很多人來到這次都會來我這個 Info的網站 就是那個Document看東西 如果你看到一些PDF的東西 例如這個,例如這個 簡單的提示,網友提供的 你們按下去,不要再問我 拿權限了,其實你直接下載 如果你下載不到,你告訴我 我想一下怎麼解決辦法 我看到很多人都問我拿權限 不是很多,只有幾個 我懷疑他可能真的直接看了 沒有下載 他想拿權限 其實不用拿權限的,你自己拿去洗 就好像之前做的那個 PowerPoint是建功的 大家應該知道,好嗎? 好,麻煩 我開始講這七樣東西 其實就沒有鮮流次序 不過呢,我都把他的鮮流次序放一放 第一個呢,我覺得 這裡真的沒有必要駕駛很漂亮的 大家看到這輛車 其實是我的鄰居 你看到他 其實我所知道 他是一個夜班工人 跟他們衣著,談吐 跟他聊天 都不像是工程師 大發展商 其實都駕駛寶馬四系 他不是一輛,兩輛都是四系 我不知為何情有獨中這輛車 我朋友駕駛著我的褲子 不要說 好 那你學相完之 不如你又看這條片 然後我昨天有一個朋友 簡稱張三 他昨天也是下午到家 然後找我吹了一下午的牛 還開了一輛這個剛提的 15萬到20萬的這個大眾 我不知道是什麼型號 反正是輛大眾 說他買這輛大眾 純粹就是過年回來要面子的 因為我們村裡邊好多年輕人回來 如果不開輛車回來 覺得非常沒面子 這輛車他貸款了 就貸了12萬 首付才3萬 其實他今年也沒怎麼混好 就是在外面打工嘛 就為了過年回來炫耀一下 壓力非常大 每個反貸款都要反個六七千 七八千左右啊 好像城裡還有黃貸 就問我借了兩千塊錢 他拿了這個兩千塊錢 去買了兩條這個中華 他每次拿著這個中華 一出來一撒就沒有了 我就站在人群中笑笑不說話 然後他在那吹牛 就說他今年混得怎麼樣怎麼樣 說這個明年要換50萬的車 其實我轉念以前啊 要面子是好事 但是呢過度要面子就是壞事了 其實會的怎麼樣大家心裡都知道 農村攀比啊 攀比太遠 片裏面那個男子呢 是一個真實的大陸人個案 大家不用多說了 其實這種這樣的攀比文化呢 不要說大陸啊 大陸更加的 我也說過了 有一次接一個大陸的客戶 在機場接他 第一件事就問我這輛車多少錢 因為那時候他很奇怪 為什麼香港人會開這些車的 他們很喜歡馬上問 當然好沒有禮貌 難道我又去旁邊問那個人 沒理由你做夜班工人可以駕駛寶馬 其實呢 在這裡呢 名車和不不名車呢 其實影響不太大 而且我們界定名車的 我們叫做definition 簡單來說就是廢話 definition就是說 不是從我們所認知的 Audi寶馬 便是有錢人 OK 那可能美國加州那邊會嚴重一點 你見到駕駛駛那邊呢 駕駛最多這些 Audi寶馬 便是一些 一是印度人 一是黃皮膚的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某個國家的人 而香港也是 其實就是覺得 哇你駕駛駛駛好像很威風 但其實來到這裡呢 It's nothing 那反而呢 他們這裡呢 一些靚車呢 就會來做的士 什麼叫靚車呢 風田啊 Lexus啊 我自己覺得是好車 因為這裡是以實用行先 那跟香港是很不一樣 香港呢 就什麼都要 好像剛才那位哥仔說 自己根本錢都沒有 還要省省省省 買了一架 Volkswagen 然後他們叫大眾 那跟著還要說 想買一架五十萬的車 那不是一個案子 這個 你說這個片面 那另外有一個朋友呢 他說在他老家那裡 他說他那個親戚是做農夫 那其實呢 他由家走去那個農場 當然是走走十分鐘而已 那他當時都買了一架寶馬5系 那以為做什麼呢 就是以為威風 那其實這裡呢 真的沒有人會看你這些東西的 你看看我這輪車的車 所以大家來到這裡 真的不需要買一些很漂亮很漂亮的車 其實反而反過來 你成為目標 就是人家如果真的買好的車 那人家也不是看你的東西 好了 接著就說 也都不會穿到整身名牌 我這裡極目所見 頂籠他們會穿一些所謂名牌 是一些實用性的名牌 例如說有些羽絨 他們穿某一兩隻牌子 都是貴的 但是呢 他們覺得這些 他們因為冬天的時間比較長 會穿 不會像現在途中這位人士 穿到這樣的款 穿到這樣的動物皮 上高 其實香港有幾棟 是不是 就是餵穿而穿 餵曬而曬 看到他拿著一盞名牌 那大家知道為什麼 他老公要跪低 其實他呢 我幻想想起一件事 大家小時候有沒有看老夫子 其實老夫子 經常畫到左手邊的 一些很醜樣的模特兒 其實就是類似這些 其實他不是醜的 不過我覺得有時候 可能真的沒有什麼自信 就要更加用這些來突顯自己的東西 其實不要說別人 我自己都經歷過這心態 但是小時候第一份糧 那時候去半島酒店 旁邊的商場 買了一件幾百元的T恤 那時候是兩千元人工 買了一件三百元的T恤 三百元的T恤 那時候買了一雙很漂亮的鞋 一千元左右 現在幾千元的 那時候等於我花了半份糧 不是這樣 但我明白這些心態 但其實人 某程度上 英國這裏 我想見到 他們反而多數是什麼呢 就不喜歡見到他們 就是炎耀的名牌 那如果他們賣 真是所謂的名牌 二線那些 即不是一線的 什麼巴黎世家 LV那些 那些 那他們可能有一間叫TJ Max 或者美國叫TK Max 那些地方 收拾一些叫過了季的名牌 那他們會很捨得花 這些他們會花錢 那又是剛剛 破壞完之後 第二個層次 那些人都好像 嘩 玩鬼出籠 那樣 每個人都走去TK Max 去搶東西 Anyway 那 另外一件事 這裏不會做的 就是什麼呢 亂這樣響安 沒錯 正如我 也有些經驗 試過一次 我就和 一個 某個國家的人 一起出差 他第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我讓他試一下開車 我知道他手車可以的 但是一讓他開 那麼 他就不斷響安 必前面的車 不走不走 那 那 首先人家走不走 可能真的不太合理 而且 人家的時間上 就很鬆容 如果你來這裏開車 你上次看我這裏開車的影片 你看到 其實人家的開車是很鬆的 不會開到很緊 很貼 很黏屁股 你看到 其實某個國家的人 就算排隊買票 都會貼到貼一貼 有一張照片很出名 不過 大家自己上網找一下 很多類似這些 排隊很緊密的 然後寫在某個國家 大量 那 這裏真的不會的 而那個朋友這樣 按了之後 美國呢 我第一時間按住那個 我說 你不要再按按 麻煩 因為我不想這麼早死 因為其實上高可能 隨時一個黑人裏面有支槍 那不是說一定黑人 白人都會 或者黃組人都會 只不過就是 多數在那些區 會危險些 所以 你說機會率 當然是 不一定 不過這樣說 很多槍殺 那些槍擊案 都是白人的 對不對 所以 大家不要做這些事情 因為其實是很沒禮貌的 而且要真的很危險 我危險 你才要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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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家人因為霸位打架,這個筆者也試過在現場霸位,令到他很不開心 大家再想一想一句,他想到拿位之後,男人說有人的 然後他說沒有人,我看到沒有人,人呢? 然後坐在那裡的男人說,馬上叫孩子回來,回來坐,回來坐 其實這些可能大家都會做在香港 但其實我告訴你,我肯肯定,如果有錯的話,住在英國的人提醒我 我有沒有看錯這個觀點? 人家是鬼佬,不要緊,不要貶意 鬼佬是很討厭我們這樣做的 你人都未到,你幹嘛霸佔這個位置? 所以來到這裏呢,就做回這個 其實這個現象,我在美國的時候也有發現 我只不過就真的提提大家,真的不要做這些事情 人都不需要這樣做,拿到位置,而且別人的位置相對多 二來就說,你這樣做很少家 沒有別人,你猜真的英國人蠢的 別人有些事情,只不過就算了,不要看得不緊 我說少少不緊的事情 最近我剛才所說的,我買了一部新電腦,在Costco那裏 而Costco呢,因為沒有了機器,就只剩下一些舊機 只剩下一個顯示器的機器,他問我要不要 因為那部機器真的很棒 是真的很難買,周圍的街上找不到 而且見到就馬上買到的,就好了,就保持住 我翌日去拿,因為他要準備配備好的東西給我 那其實呢,跟著我去到,他說,我都沒有提出的 給你一個折扣 那其實我之前當然跟他有些開開心心說話笑一下 又說讚好他的頭髮很漂亮,不是因為想真的拿折扣 而是第二天他記得我說這句話 那其實也記得我,然後我也提醒他 就算我要不要這部機器,我也會回來的 因為這裡很重視誠信的,大家答應了我 尤其是買樓那些,不要提供了別人之後不要,這些混蛋 就是別人做別人的事,他們說業主也會 那是別人的事,你不可以做 你做了,別人會指著你這個族群 這些黃皮膚啊,如果不幸運的話 就認到香港人,說你香港人這樣混蛋 你做混蛋啊,諸如此類 大家這些真的要來這裡一屆 那其實我想說的是,他們給我一個折扣 我感到很感謝他,我沒有想過你會給我折扣 其實我都覺得原價,我都可以的 還有,他本來是8GB RAM的 不知道為什麼那部機器插了16GB給我 我覺得他們這些真的不是很拘小節的東西 也都不會這麼... 其實霸這個字,霸位的字是很侵略性的 我記得有一句話,我忘了它的串 總之說,言語就是影響到你的思維 思維就是影響到你的行為 接著是影響到你的結果 接著是你的成就 就是因為你的思考 就是想說我是霸 因為從文字這個已經生成了出來 我霸,霸,霸位 喂,大哥,新年流流 說說恭喜發財,我真是黑暗爭到爆炸 你第一件事是新年,你想發財 你怎麼這麼低層次的? 你不是想健康,不是想快樂的嗎? 是不是? 如果你在這裡,真的不要再說這些 什麼恭喜發財 真的麻煩你 這個世界不是每個人都這麼恨錢 是一些很低級的民族才恨錢 說真的,我不是說 我自己也是那個民族出來的 但是我們要做地球村的人 我們就要離開這種惡族的風氣 好嗎?這個其實我之前也說過了 不想再說 霸位文化,其實很有趣 這篇文化寫的竟然是文匯報 他在想什麼就說 班斯回朝捍衛領土 這些都很設合他們的布格 也是現在的主旋律 要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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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霸 但他這篇文是反霸的 他覺得這件事好不好 所以其實他們內心裡是知道這件事不好 不過賺錢沒辦法 另外就是 這裡是開OT要補水 其實別人不會每天開OT 因為別人是以家庭生活為主 我都問過身邊的朋友 其實都很準時下班 如果要留的話是你自己的問題 我再講一次 剛才你一看到這張圖 開OT要補水 我覺得已經很低層次了 第一 我問最根源 為什麼要開OT 我在這裡再講一次 我想其他視頻都講過了 要員工每天開OT的老闆 是垃圾 公司是垃圾 那間公司的老闆是垃圾中的 因為代表你公司效率很慢 電腦很慢 電腦很慢 系統很慢 人很慢 就講完 其實有幾件事 如果同事做事慢的話 你會教他們一些新的方法 去複製他 你把人放在那裡 其實 說真的 我試過有一次在上海開會 有一個老闆說 有些員工說 我不敢下班 為什麼 我老闆還沒下班 他很喜歡做到十一二點 我覺得神經病 我反感到爆炸 我說 搞錯 你喜歡十二點 你喜歡十二點 你不要影響別人 別人有家庭 對不對 我告訴大家 我再詳諜一點 我本身是僱主 因為我覺得一個聰明的僱主 是要令到員工做點開心 在一個很開心的環境做事 才會做出好的產品 才會好好服務業 才會好好對你的客戶 如果你現在聽我的節目 你本身是老闆的話 要戒掉這件事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家庭 有自己的生活 你讓別人做回自己要做的事 不要做垃圾 不要做垃圾 OK 好 接著就說 這裡很少拆鞋文化 那 這張照片我不講 自己看一下 那種專卑 其實這裡相對專卑沒有的 不要說這裡 我都說了 即使在美國也好 Mark Zuckerberg走出來 即是Facebook老闆 不會有特別優越的 反而有人罵他 你這個混蛋 所以 搞我們的私隱 又搞我們的大數據 又禁止某些人說話 大家可能受不少Facebook氣 如果我都罵你了 今天你見到 在美國見到Facebook Mark Zuckerberg你會怎樣 我給我 我兜口兜面 Fuck you Fuck your family 即是你根本就破壞了社會的公平 其實 不說他了 總之說好了 那 怎麼看拆鞋文化這件事 其實我有些具體的東西 好了 這版本就已經看了 又一個 總共14個 不知道要不要更新 這個是我幾天前 我有一個很幽默的朋友 給了一條數據給我看的 發了一張圖給我 然後也給了我看 他說 某種疫苗 即是因為這個武肺而殺死的人 那是14個 然後再將750萬人 除回打了的 就等於 再成14 就等於這個數 三百十幾 那對比於死於這個武肺的 307 其實又贏了 搖搖領先 由311 對207 搖搖領先 他經常給我這些數字 一改就把方法律 一改就說 數字又變了 其實很簡單 把打了的人數和這個的人數 轉一轉 也都將這個數字比一比 三個一套數看 就知道誰贏了 那這個 為什麼要提這個呢 因為你想想 如果不是拆鞋文化的話 就不會 所有東西是不用科學去做 一個決定行量的任何東西的標準 我會用數字的行量標準 OK 或者我用英國的數字給大家看看 英國這個數字是昨天的 應該是14號 因為今天是15號 你看一下 14號 由最高峰的時候 去年的一月 其實是八萬人最高 一日感染 用四位數字 現在已經跌到雙位數字 和千位數字的感染 而是很多感染到的 很多都是可以康復 因為他們打的疫苗 是牛樽疫苗 而是那些疫苗 大家是相信數學 去科學 去決定用一件產品 例如說我用一件產品 例如說我昨天買這部電腦 我很滿意 我也是看它的數值 例如說AMD CPU 第幾代的 你W的Hertz 多少 這些東西 我只是從這些數字去選擇 我不會因為這個牌子 是某個國家出的 我就要愛它 其實我是商品 就是要用來的 因王論 這種叫做 是一種救人的東西 我們不應該 就是浪費 草奸人命 是為了要討好某些人 而去用某些東西 現在還要說 保劑 那你不如不要打頭一副 其實你想想 如果你是一間公司 我不管是南還是黃 你聽這句話 你想想 如果你是一間公司的老闆 有人把你公司的生意這樣做的話 你會怎樣 即是正常的老闆 一定被解僱了他 或者懲罰他 但是現在不是 因為現在很多東西 都是意識硬頭 而不是用一些實際 所以拆鞋文化 將會越來越嚴重 因為大家講求的 我們不是崇優 是崇劣 是崇領 是崇領 OK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啊 我再引咬多一次 我很尊重的黎智英先生 他說過 如果我身邊的拆鞋 就是代表他無能 對 對 我做的事 只是告訴你 是對還是錯 OK 有客觀標準 不是因為 你不要走來 我做錯了 你都說 我曾經在某個國家打高爾夫球 打高爾夫球 側球的人 明明那個球 打到滾到媽媽都不認得 叫做大力夠遠 滾了 其實是不正的 他說 好潮? 我撐你的肺 我跟他說 最後 你不用再說好潮 我打得好就好 不好就不好 OK 我說你見那麼多人 你不需要騙我的 因為其實 我不喜歡聽這些東西 我聽這些東西 你不就是當我什麼? 昏君 所以昏君 才要聽人 拆鞋 我就不喜歡 好 接著就是 大家看到這張桌 可能大家有漂亮的東西 就是超長的開場白 什麼意思呢? 話說 我很多次 在某個國家 去開會都是 開頭 如果看到這張桌 我就心想 這次 為什麼呢? 又在這裡 搞這些水 由半個小時起跳 到兩個小時都有 接著才跟你進正題 其實我想說完的東西 就隨便想 轉過頭就 走回去 不要說那麼多 喂 大哥 立刻叫車走人 你以為我真的很想逗留在這裡? 不過只是公事上 大家 行業是行業 不要跟我說那麼多情感的東西 嘩 這些這樣的場面 如果你有去開那個國家的話 你應該知道我說什麼了 好了 這個世界總有 反面 我也試過有一次 去一些亡我之心不死的國家 又開會 我約他九點鐘 那我也覺得奇怪 九點鐘 嘩 你回來沒有? 於是我就八點九 然後就跟我的夥伴去到門口 那我八點十一 就打給他 你到了沒有? 他就說 我到了 我其實在等你了 哇 靠得厲害 這些亡我之心不死 果然就是Tesla 或者Microsoft 有Apple的國家 嗯 就是 一到去 一麥去Pantry 經過Pantry 走過Pantry 問我 You want coffee? 那我 為什麼不? 拿了一杯咖啡之後 三分鐘就搞定了 接著去他的會議室裡聊 十五分鐘 接著我離開門口 是九點二十分 可能九點三十分 總之多一些 就是那個時間 聊的時間很短 我記得我十點鐘前 已經是回到他家 那你想一下 就是 為什麼 就是 有些國家就是在抄襲別人 有些國家就是很實際的 不和你搞那麼多這些 什麼斟茶 搞那麼多一輪這些事情 但是別人做得很實際的事情 OK 那些時間就盡量 就是做事 做完事就準時放工 又說多一句 現在大家用過很多人都會用它 AutoDesk 就是3D Max 就是繪圖的軟件 全世界堪稱 就是壟斷的 做建築行業 Architecture 一定會用的 我就當年有朋友在那裡做工程師 我就去到 星期五那天 四點半鐘 那些人開始洗手了 總之 四點鐘 有些人都 他老闆都先走了 原來你做開飛機 那你說 你怎麼人啊 早放光了 他在罵我 對不起 人家出來的產品 也是全世界最優秀的 是最 沒有例外 最最最優秀 再說一次 我又想問那個國 另外那個強國 你出過什麼好的軟件出來呢 不要跟我說 什麼信什麼信 什麼包什麼包 那些都是抄人的 你有沒有做了一些好的軟件出來 是你的原創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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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某程度上 當然我多說了 我現在想說的是 別人很爭取一些時間 去做實事 那 大家來到這裡 其實在英國 都沒有的 我去見他們 開場白有 Hey nice weather 說兩句 然後 就做你的事了 大家很爽快 不會做這麼多什麼 當然我真的正式 在這裡 正式運營生意 但是我 開銀行戶口 商業戶口 開公司戶口 開公司戶口 其實我們效率是很快 OK 現在更加 暈倒了 更加沒有什麼接觸 全面都是網上做的 好了 最後了 其實七個都說完了 那麼 想補充 就是三個 我覺得 一定要帶來 英國的東西 OK 第一就是紀念品 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記字是不是這個紀 好像是喬斯編 寫作不要吵 因為我都說了 我的字已經是完全 很恐怖 2C 想打個2字 我打個C字 講回這裡 紀念品怎麼帶呢 我來到這裡之後 我發覺 有些東西偉藉的話 是要有些紀念品 去看的 錢財新愛物 物質都是新愛物 三副鞋物 很多人說 我要帶個飯煲來 除非你很暗戀這個飯煲 那你就帶過來 但如果不是的 要一些死物 可以買回來的 你不就在香港 早一點點 賣東西先 而那個 一些紀念品 例如說 好像我這樣 我早年 自己 有發明 不是發明 就是做了一門生意 將一些 動物 或者人 做成Cushion 那麼 很多年前 那時候周秀攬 還沒有那些 攬枕Cushion 我就已經做了一些Cushion 做了一些女孩 一直比 geopolit starring 小孩 一比一元大 給 wife 或者被狗主人貓主人抱一下 那時候挺受歡迎的 不過因為我沒有錢賺到 其實像這些一樣 我現在拿著那些公仔 有時候看回他們小時候 是很有趣 那種回憶呢 你想想就像一個異地 這樣說 很漂亮的草地 這麼漂亮的天空 這麼好的空氣 這麼漂亮的食物之下 看到這些東西其實是一種安慰 大家要記住 回憶不是用錢買回來的 如果大家是感性的人 我覺得是需要有這些遺跡 第二個就是小孩子喜歡的東西 其實我的小孩子很幸運 父母都容許他們大量他們自己 心愛的東西 其實他佔的雙數是十幾二十雙 我覺得只有五、六雙 其實我沒有什麼大過來的 他們是十幾二十雙的 說不要緊 但他們來到最重要是開心 因為我們大人還頂得頂 小孩子未必頂得頂 最初 尤其是頭一兩個月 其實他們很快會收拾 越小越快會收拾 認識到身邊的人 我上次訪問的人都說 他跟周圍公園的人玩得很開心 這些很快會適應的 不需要擔心 所以 但是他們遇到一些玩具的話 盡量他們心愛的玩具 讓他們帶過來 我覺得如果你在關心的話 要聽這句 第三就是輸了 我也很後悔有些輸了 沒有帶來的 尤其是中文輸 這裡買不到的 比較難買一些 不是要等很長時間 我以前也想看一些歷史書 其實我樓梯還在公司 我沒有帶過來 我還想下次回來拿 其實書這裡時間是多了 而且腦袋是清空了 睡覺多了 精神了 健康了 沒有什麼病痛 就會多時間看書 我覺得這是好的習慣 而且因為吸收知識 除了在網上之外 偶爾有時充電找書 是另一個境界 今天要說的就是這麼多了 我等待代表Kate幫你租樓 另外還有一些人聯絡了我 我接下來都會將這個服務 伸延不同的地區 不是我的服務 是他們的服務 我只是想辦法和策劃 我都希望Kate或者其他人 很新勞的 讚一下他們 因為其實不成功不收費 他們真的挺考驗他們的意志 因為其實未必有 當然他們也不是唯一純維錢 純維錢就開個好價 然後幾間就收錢 如果你說想租屋的 那就麻煩去回我那個 又是那個 我可以回我這個連結 找回他們的聯絡 有些什麼的話麻煩 這裡有什麼話跟我說 能不能連結的就電郵我吧 好嗎?香港人加油!